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 Luga 24章21-25 我们请明珍传道来读一下 但我们有所期望, 祂是一位主席的国家, 而是一位主席的国家。 所以今天是三个月, 但有所远的事件。 有很多人在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感觉, 让我们感觉。 他们在去到宫中, 时尚未知, 但没有解决。 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的信仰里面 遇见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们相信 神是与我们同行的神的话 你们说阿妹 挪亚与神同行 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 是与神同行的信仰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十字架的信仰是非常的重要 你相信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死在世之家上的话 说阿妹 可是重要的是 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了 耶稣为我们复活了 哈利路亚 一个人只相信耶稣的死 跟一个人相信耶稣的复活的信仰 的差异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 伊玛乌思路的两个门徒 他们与耶稣一起的相交 与耶稣一起的同工 因为他们有可能 去旅行 同行与耶稣 然后说 与耶稣的信仰 与耶稣的信仰 可是耶稣死了 但他们说 耶稣死了 按照他的话 死了三天 当法诚仰 对于耶稣死了 这个时候 门徒们的心灵里面 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失望 他们的一切 的盼望 都绝望 他们就不能够 在耶路撒冷 所以他们就决定 要往 伊玛乌思路的路上去 可是就在 伊玛乌思路上 遇见了耶稣 这一次遇见的耶稣 不是为他定死 在世子架上的耶稣 他所遇见的是 他胜过了一切的死亡的权势 他胜过了一切 恶者的实力的 复活的耶稣 但当时 佛耶稣 他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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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今天晚上 我们也都会 遇见我们的耶稣 基督 一个人 当我们遇见神 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 无知的阶段 第二个是 不幸的阶段 第三个是 感动的阶段 第四个是 满足的阶段 我们知道 在复活的早上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门徒 游游丑丑丑的 走在 伊玛乌乌斯的路上 他们整夜晚上 没有好好地睡 而且他们睡不着 因为他们 他们所相信的 耶稣死了 因为耶稣 他们过去的 一切的盼望 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早上起来 非常地难过地 走在 伊玛乌斯的路上 我们知道今天 很多的基督徒 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他心里 仍然非常地难过 非常地痛苦 常常的忧愁 只要有一些 的事情的话 他们说 我没有办法相信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对于 基督的信仰 无知 他没有办法相信 耶稣基督 他是掌管一切的神 耶稣基督 是昨日 今日 知道永远是一样的神 在任何的环境 跟任何的困难里面 他仍然是一位 活着的神 他们所相信的 只是耶稣 为我定死在 十字架上 他现在 还是死了 觉得耶稣在我身上 一点都没有什么功效 耶稣基督在我里面 没有认可的能力 这是因为我们对耶稣 不是真正的认识 第二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第二个阶段 这个是不信的阶段 我们知道 门徒跟 那些爱耶稣的 妇女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 那些摩达拉的玛利亚 还有玛利亚 这些爱耶稣的父女 来到坟墓的面前 天使说耶稣不在这里 天使说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 活着耶稣呢 这个时候 这些的父女们 非常的欢喜 耶稣复活了 耶稣生前的时候 他说的话应验了 按照圣经的应许 他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现在不在坟墓了 他已经为我们复活了 结果他就到门徒那里说 耶稣已经复活了 可是那个时候 多马说 我若不是用手 贪一贪他的肋骨跟手 我不相信 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若是我没有看见神机 我没有办法相信 我的疾病没有得到意志 我不能够相信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我就不相信 可是耶稣说 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 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 阿们 今天晚上有多少人 你真正的相信神的应许的人 你们说阿们 你相信圣经所说的每一个应许 都是神给我们应验的应许的话说阿们 为什么很多的人仍然没有办法得到神丰盛的生命 因为我没有完全地以信心接受我复活的主 神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要做的比我更大的事 แล้วงานที่เราทำ นั้นจะยิ่งย่ายกว่าที่พรงสงธรรม 阿们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的主是至今仍然活着的神 Pra Jawa của我们 ที่เราน้ำสกัน 所以我们的信仰进过无知的阶段 再进入到不幸的阶段 第三个进入到感动的阶段 所以我们的信仰 他应该要留在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往伊玛乌斯的路上去 他们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远 今天晚上我们当中 有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你离神越来越远 你离教会越来越远 这个我不是说我的距离的问题 乃是你的心的问题 可是这个时候这两个门徒 怎么样他们的心得到回复了呢 路加福音24章32节说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路加福音24章32节说 他曾经说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聚会里面 我们的心都会越来越火热起来 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 你的心有没有火热起来呢 阿们的声音不够大 阿们没报 没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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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雷尔雅 哈雷尔雅 同学们到韩国 我们都说 你们到韩国 祷告要大声 敬拜要大声 到祷告三的时候 山上有很多的树 你为了你的问题 得到答案 你祷告的时候 要摇树 很多的弟兄姐妹 就摇树 可是有的人 他故意找一个小的树 因为大多数摇也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抓一个小的树 主啊 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的说 阿们大声的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 大声的我们说 主啊 为什么 因为不是神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因为这是我的需要 我需要渴慕来到神的树 圣经说你心里所充满的你口里说出来的 因为在祷告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更多的 要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多听 神的仆人所说的神的话语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 当耶稣给他讲解摩西开始的 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今天我所要讲的是 我们得到圣灵的感动 是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这一次 各位你们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 很多的人会受到圣灵的感动 不管是透过敬拜 不管是透过祷告 不管是经过神的话语 我们的心就会活热起来 可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感动的阶段 我们要进入到与神同行的阶段 我们就得到圣灵的感动 我们若是只是因着感动 你来到神的面前 也因为你没有感动 就会离开神 我们的这两个门徒的可贵 不是因为他们的心中火热起来以后 就结束 当他们心中火热以后 他就对耶稣说 他就告诉耶稣说 耶稣啊 请你停留在这里 耶稣啊 请你与我住一起 哈雷尔雅 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耶稣就拿起饼来剥饼给他们 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明白过来了 是耶稣 是耶稣 遇见了主 遇见了复活的主 他不是只遇见了行神迹的耶稣 他真正的遇见了复活的主 我们需要神迹 我们需要神的意志 我们也需要神的祝福 跟神的恩典 可是我们更需要 祝福给恩典的神 我们的心中的火热跟精力 跟我们神自己的自我的启示 还是又不一样的 神 祂是启示的神 祂是把自己显明在我们的神 哈雷尔雅 哈雷尔雅 阿们 若是这两个门徒因为心中火热以后 若是他遗失了耶稣 他没有再追求继续的跟随耶稣的话 他们的信仰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 祂是他会知道 祂是他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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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他受到那时 他没有发生的 或者是他会发生的 祂会发生的 祂不发生的 耶稣 祂不但为我死了 第三天为我复活了 复活的耶稣住在我的里面 这两个门徒 到了耶路撒冷的话 他们要为耶稣受逼迫 祂与耶稣一起的受苦难 可是这两个门徒 走在伊玛斯路的路上的当中 他们转变一个方向 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 耶路撒冷是逼迫等候的地方 逼迫等候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遭受逼迫跟苦难 他们愿意还是跟着 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 那时候他们必须能够接受 然后就能够接受 他们再回到 什么样的力量 让两个门徒走向 伊玛乌斯的路上 转向耶路撒冷的路上 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 使他们亏欲失望的心 重新地得到了盼望跟力量 今天晚上这样的恩典 希望能够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都能够遇见复活的耶稣 耶稣掌管了掌权了一切的魔鬼撒旦 一切的罪恶的权势跟死亡的权势 如果耶稣死了 我们的信仰也就完了 如果耶稣死了 我们的信仰也就完了 因为耶稣按照他的应许 按照他的话死了三天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但对于佛山亚 的圣经 就说 今天若是我们弟兄姐妹 你真的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的话 我们的信仰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因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的教会 疾病也不能够达到我们 因为复活的主活在我的里面 无人许可见 华一世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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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手把荣耀贵给我们的神 那我们散伞不照压势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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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们 有一位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 结果他的教会 起了火灾 结果我们这位神的夫人 就只拿了一本圣经 在火中逃生逃出来 他只穿了睡衣 只拿了一本圣经出来 结果很多的记者就来问他说 怎么你相信的神 能够让你的教会发生了火灾呢 你们想想看 假如有人问你说 神那么爱教会 为什么让教会会发生火灾呢 你会怎么回答 那个时候我们这位神的夫人说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让他所爱的教会 火灾发生这个我不知道 可是我有这样子的祷告 我说神啊 我们的教会已经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教会做不下了 主啊 祢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对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会发生火灾 没有 教会 因为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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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有想到神用这种的方法解决了我们的困难 哦 教会还没有想到神用这种方法解决了我们的教会 那请问 你有钱可以盖教会吗 你的钱在哪里 那个时候他就拿着一本圣经说 所有的应许 所有的钱都在这里 过了不到三年多 这个教会比过去大好几倍的圣经被盖起来了 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 哈雷鲁亚 今天晚上让我们遇见 这一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只有复活节的时候 主活 主活 祂永远与我活着 不是这样 可没养着害了 没带人 不让你养着 不让你养着 然后带你养着 你也要唱啊 唱唱的 没有 没有 我们的耶稣是每天每天活在我的里面 祂永远与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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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91年到了台湾 阿祂永远与我活着 台湾 成为宣教师 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 只有两个教会 可是神给我了一个意义 在2020年之前 要建立三十间的教会 台湾有一个高铁的道路 然后去台湾还有BTS 高铁有八个站 然后在台湾还有八十个站 台北 板桥 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 台南 高雄 这八个站我们已经有七个站都已经有教会了 Hallelujah Amen 跟你们一样 可是你们比我们台湾的教会 更快的建立了教会 我们是三十年建立三十间的教会 可是你们是二十年已经建立了三十多间四十多间的教会 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耶克华是我的牧者 我就不会缺乏 Amen 我们知道建立教会需要钱 开脱教会需要经费 开脱教会需要传道人 可是我们教会有十间教会没有缺乏 二十间教会也没有缺乏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比不至缺乏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复活的主活在我们里面呢 第一个是要 放下一切来跟随我们的主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看到有些的人心里悠悠抽抽的 因为要放下一切跟随主 所以很多的人非常的担心 今天我要讲的是 什么叫放下一切跟随主 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耶稣是我的最优先的次序 阿们 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的时候 My Jesus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Amen 祢是我的唯一 祢是我的最优先 耶稣 祢是我生命的一切 祢相信的话 说Amen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为不信的罪 我们认罪在神的面前 我们常常有不信的信仰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说主啊 对我的不信求你原谅我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若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拉撒路死了四天了 耶稣对他说 你若信不要看见神的荣耀 圣经里面告诉他说 如果他有信仰 他会看到神的荣耀 今天晚上有所有的姐妹 今天主啊 我信 但是我的信不如 求你把你的信心 似在我的里面 他会告诉他们 他们说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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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к不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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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愿意不愿意 与我们一起同住下吧 我们也是常常让耶稣 能够我们与耶稣 一起与耶稣同行 阿们 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语 我们灵修跟神有美好的交通 明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以祷告与神更加的亲密 阿们 大家都知道雅各在亚伯渡口与天使摔跤 那个时候雅各跟天使摔跤的时候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会不容你回去 请问大家 雅各所要的祝福是什么祝福 他希望得到的祝福是物质的祝福吗 是不是他需要更多的企业 更多的事业来祝福呢 我们的耶和华神已经给他很多的祝福了雅各 要不然他不会分成三对 要讨好他的哥哥与嫂 他没想到呢 他恐将会被奔跃三宗 他会被三孙 当他会去祝福 祝福的祝福 这一次他要的祝福是主啊 依马内里的祝福 与神同在的祝福 是在我的里面啊 他会被奔跃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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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哈利路亚 这一次我们的大会的主题是 神同在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的时候 更深的同在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 特别有两个祝福会临到 第一个祝福是 道成肉身的神 能够让我们得着复活的主 活在我们的里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第二个祝福是什么呢 当耶稣离开了这世界的时候 他说我离开你们是 对你们是有益处的 我去了就猜派 保慧是圣灵要来到你们的身上 哈利路亚 有多少人你们渴慕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充满的人 你们举起你们的双手说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两个祝福 复活的主在我里面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那住在我里面的 比那世界的更大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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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有很多的人 都带着不同的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 今天晚上我们更多 在我们神的同在的里面 以马内力的神更多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有多少人你们真正的渴慕 神的同在 有几个人 猜渴慕 或是你不与我同在 主要 不是你不与我同在 是我远离了你 今天晚上我要 就近你来到你的面前 我不再停留在 只是感动的阶段而已 而来是进入到 与神同行的阶段 有相信神把这样子的恩典要 释在我们当中的话 你们说阿们 相信今天晚上圣灵要 我要 交灌充满在每个人的当中 主啊 我要 把你摆在首位 我也把一切不幸的罪 认罪在你的面前 我也把一切不幸的罪 认罪在你的面前 阿们 今天晚上我们敬拜的时候 圣灵要更多更多的 我们刚才是很欢呼高兴的敬拜神的话 现在是我们很安静的进入到神的更深的 神的同在的里面 我们的敬拜团跟乐团 请你们到前面来 有多少人你们唱过这首歌 阿们 如果是你唱过的话 请你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请大家 从你的位置上站立起来好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以马内里的神 今天丰富的充满在我们的里 让我们的眼目淡淡的仰望神 等一下 当我们呼召请你们到前面来的时候 请你可以勇敢的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如果是你今天晚上带着 伤痛苦难 绝望 来到神的面前的人 你就靠近身 就近身来到神的面前 谁要触摸你 神要触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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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他的手 安守在于我们的身上 神要触摸你 神要触摸你 以マヌエル 以マヌエル 生命長輝 以マヌエル 生命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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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マヌエ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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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長輝 以マヌエル 生命長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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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هو 只要你同在一切的事 都没有认可的忧虑 今天你的圣灵 充满我们引导我们 这样的人 你把你的双手举起来 我们神的仆人 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你就等候住 让圣灵教官你 充满在你的当中 今天我们在 任何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来 今天我要进入到 你的统在的里面 让我心灵的蒙蔽的眼睛 对于看见 就让我更深的 我进入到你的同在的当中 我需要你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一起开口来同生的来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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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 主啊 你的手安静在我们的身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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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